大家好,我是霍卿天津人,今年43岁,博士一夜,我一直在相亲的路上努力的奔跑着 一夜就是读博士没读下来,没避留夜 家里没人,我偷偷的拍的,这个是客厅 我为什么是偷偷拍的 色情虽然很大,但是可说的东西不多 这个卫生间没什么可说的 这是另一个卫生间 这间小屋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看我猜到了 这是情虽 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根本真挺逗的 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博士一夜的霍卿 依然还是与家人生活在一起 我这个人比较怀旧 以前的一些录像带啊 录像带 现在还保留着 这种书可能现在都不多进了 学习道路不曾停歇的霍卿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但对爱情的渴望 让他变成了一位乡亲狂人 线下乡亲五百次 喜欢为乡亲收集各种小礼物 时刻为乡亲做着准备 上面这些箱子里都是我一直以来买的一些小礼物 日积月雷啊 一想啊,就十年了 十年来散那么多就不算多了 这礼物不应该送出去吗 这眼光很好啊 蓝色妖姬是八大款的凶针 孔雀凶针适合比较优雅的 羽毛凶针适合职业的 还真实啊 但买了适合预计 但相亲屡战屡败的霍卿 对自我生活逐渐封闭 不能融入社会和职场 为了让她更好地打开心扉 节目组特意安排相亲活动 并让心理专家暗中观察 以便找到她的问题所在 给出建议 让她更好地走出家门 与人交流 你好,我叫馨如 我从广东佛山过来 哦,从这么远过来 对 说佛山想起你 想起谁来的 黄飞红 永春 永春陈 其实我感觉黄飞红是比永春远远 这个话题好无聊 他聊的话题 大聊 不像相亲的角 难怪没成功 对 我个人是做外贸的 我的客户主要是印度的 印度的 对 一说印度 想起 瑜伽 对,我也是瑜伽老师 实际上我感觉 瑜伽回到中国 还真不是健身 你知道有一款 以前的游戏 知道街头霸王 这是屋里头 外游戏 对 你看看那个 我就说那个 好 就是我说那款游戏里头 就有那个 天哪 真的给看啊 印度有这样的人 真的 我真的就拿出来 给人看这个东西 就是从他谈出来的东西 找的话题 我可以就是 能说出东西来 不至于这么尴尬 这还不尴尬 已经很尴尬了 还觉得自己说挺好 对对 还觉得自己能说出东西来 很尴尬 我比较相信一见钟情那种 你有没有 一五百多次 有没有让你一见钟情的女生 一次 没有 没有一次 没有 可能看就是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看电视看太多了 有一个时期 我被称为电视迷 你知道吗 你说那些电视里的人 肯定比我同学强了 你说我还能 就是你的眼光比较高 我特别想问 如果他台上的几位女嘉宾 他要相亲对象的话 他最想跟谁相亲 大家猜猜会是谁 那我先退出了 我感觉他可能 大概率会选莫凡 东东 我个人觉得 他会觉得东东这样的 在驾驭不了 对东东很有气场 不是人吗 我接不住 因为他会觉得说 他眼光光 他会觉得说 我找了一个主持人 很有面子这种 咱一会儿验证一下 咱们一会儿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您是做什么的呀 怎么说呢 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 那平时工作忙吗 不算忙 但是你要是忙点 就赚得多点 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三五千 三五千 我们余嘉馆老师都 每个月都三万 你去得交困难 你得到点上班 你得去呀 你三五千 你这么想想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用手 你也不用做班 这个东西给 你想想 你说有可能 你正就多 你还这么自由 你还不用去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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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毛病 没毛病 每个人在追求不一样 逻辑自洽了 追求不一样 是是是 你接受他 成为一个女强人吗 没事 没事 但是我最忌讳的是什么呢 忌讳的是自不量力 自不量力 打了把法 还跟你在一起 我说我要开公司 我不需要你拿钱 我有钱 这样子还行 但有一事我闹 你虽然你不让我拿钱 那个钱成为两口子 但是俩人的钱 这只是不得 但是你说 再让我出力 我不一定能做到 就是你没办法去为他分担 分担 对 聊绝了这点 各位 如果说他跟你相亲 你觉得他刚才那段表现十分 从从你觉得可以给几分 最多三分 还没到打分 我就走了 我也有可能会选择 做不了 一会就走了 我不会跟他聊这么久的 我可能会让我朋友 给我打个电话 假装有事就走了 有素质的女性 就是关于500次相亲的 这个问题 我们能观察到 或心理社交方面的问题 同时职场中 与人交流也需要改进 我的建议啊 就是社会性是需要团队写作的 你要确定你的能力范围 精准的 找到自己的位置 谦虚的一个写作能力的 发挥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观察能力 去看到对方 这样的话呢 你就更好发挥你的优势 去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 他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不清醒 他最大的悲剧可能就是 不应该去读博士 对 如果他是高中毕业 可能他已经已婚孩子一大堆了 然后很幸福了 陷入知识的误取了 被知识给碾压了 然后出不来 说他封闭 他不封闭 说他开放 他不开放 你要跟他聊 他也聊得一点什么所谓的知识来 但是他其实已经 完全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了 去雪峰那儿吧 考研七年 可以做考研规划 嗯哈哈哈哈 好 根据刚才这段VCR 有没有boss想退出的 我退出 火 好 我们现在就剩高总和 杨总哈 但是我提醒中间这四位啊 如果说一会儿你还想要的话 权力可就在人家的手里 我觉得看改造的能力 好好好 来我们有请霍兴 还有造型啊 这是出场方式很特别 是在摔了一个造型是吗 头发很有特点 大家好 我叫霍兴 1978年出生 今年43岁 博士一业 我曾经是一个有着两个硕士的博士 是一个视力好且不戴眼镜的博士 嗯 我来这个 我来到现场是想找一份与文职 与文职有 与文职有关的工作 谢谢各位 我想问一下你拿的是什么书啊 是土木工程 你硕士考了一个土木吗 没有 热能动力 这不是跟我没关系 这是我准备送的礼物啊 送给谁啊 看看喜欢谁相亲对象送给他 不是给女生的 不是 是给男的的 那应该就是我了 因为我学几排水的 几排水是属于土木工程类 我首先非常感谢你哈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本科是学热动 研究生你是学什么的 也是学热动的吗 力学 学力学跟环境工程 哇 正常来讲读两个硕士的话 是不可以同时读的 就是这个毕业完以后的话 然后再去读另外一个 你本科 你本科是天津理工 啊 硕士是天大 对 然后的话 这个两个硕士都是天大吗 对对 我知道为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读两 因为一个是在职的 一个是统招的 啊 你读的一个GCT是吧 对GCT 对GCT 啊 这就是专业人士 我可以告诉你 他想找的工作 跟他学的专业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他想找的是一个文职工作 所以说 为什么你觉得 这个流体力学 想找一个文职的工作 因为我这人 我感觉 人都说我心比较气 我们刚才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相亲过很多次吗 啊 现场五位女嘉宾 如果说让你选一个 你最心仪的相亲对象的话 你会选择谁 他已经在观察了 哈哈哈 你好好看一看 对你好好看一看 啊 行 可以了 好 来 哪位 贺东东 哦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觉得可以 嫁瑜贺东 为什么 为什么 这这完全是凭那个 凭感觉 怎么就感觉了呢 这这就不知道了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就是 有些个人 我发现在座线上 有的人能百度出来 有的百度不出来 有的人 查出来的资料少 所以呢 挑选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谁的百度百科的资料 最完整 然后就选了 其中一个女性是吧 再加上就就加上那个蒙 就是凭那个感觉 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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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说就完了 哎呀 结合百度百科 我心比较气 而且啊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别看我就拿一本书说是送 实际上在座的都有礼物 啊 礼物在身上呢 什么 比如呢 比如你要送给杨龙总 我 对 镜子 有镜子啊 哦 为什么要送给他镜子呢 认清自己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感觉他不适合带视频 带任何视频在身上都点宣宾多主了 哦 这不是聊天了吗 这不是很会说话吗 这挺好的 那齐庆老师呢 都一个吧 哈哈 我选这个兄弟好吧 男的都统一比较 就送钥匙这样 男的 感谢感谢感谢 东东不会是钻戒吧 钻戒 哇钻戒啊 是是哦 你不是学生乐出身 对对 我是学音乐出身的 这个高音符号 哦 哦 哇 我觉得霍兴真的很用心 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 而且的话 他这个礼物不是说 没有针对性的准备啊 而是有针对性的准备 对啊 我描述一个细节 你们可能没看到 刚才他站在这个地方 考虑送这个簪子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头发用不起来 他还随即送了一个头绳 我也看到了 头绳在里边 哦 太用心了 是这个意思啊 对 是让我先比如说扎起来 然后再把它用上 对 要不然用你来 我看您发型 对 特别用心 霍兴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你看你上谈以后的表现 我们每个人送了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礼物 但是你又说你相亲相见了 五百多次 你觉得之所以你相亲这么多次 没有一个异性接受 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感觉就是不在线上吧 你觉得五百多个人 都不在线上吗 有在线上 但在线上的人 他反倒容易不同意我 你这五百多次相亲里面 有多少次是你觉得 你看上别人的 我在想上啊 我觉得还是问别人 看上你的吧 那你这想都不多 大多数情况是互相看不上 对对对 我问你一件事 因为这个节目 我也做了几期了嘛 看到都是导演组 到选手家里去加反拍摄 为什么你这个是你的镜头自拍 而不是导演组去拍的 不是我拒绝 你为什么要拒绝 这家里不是我一个人的家 父母 有的时候 让他们一参 我又该 我先事就容易多了 而且我也不打算 在我找到之前 我也不打算告他们 那你先亲这么多次 你父母都是不知道的吗 都是封闭状态的吗 差不多 知道了 也就不到一半吧 一半吧 顶多一半 他们会干扰你吗 会啊 有一半是他们给介绍 他们介绍的 没少干扰 我上个别的相亲家人 也不知道 这个节目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想着办法的让他们怎么说呢 这边捂着 这边藏着 这边躲着 他们一再介入 到底是我自己的本事 靠我自己还是他们帮的 看不出我自己到底能 能有多大能力 多少水平 就看不出来了 他们一介入 一什么的 他们会是怎么批评你 或者阻止你 表现形是什么样子 你父母那里 就这么说吧 别的还是 就是一有事吧 他们总用他们认为 对我的好的方式 那个什么 父母喜欢控制孩子 对啊 两个手抓着那里 换着那里 你是这样的一个 对啊 43岁还是孩子吗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去找一份工作 不在他们的那个房子住 自己出去住 然后的话 他们也就看不到你 也就管不到你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我想过 但是他们又 还离不开我呢 或许我想问一下 您读博士 是在哪一年入学的 读博士是09年入学的 大概读到第几年 直到自己肯定要一业了 一二吧 那你一二年到现在 有没有找到过一份 所谓的全职 给你叫社保的工作 没有 为什么不去找一份 这样的工作 怎么说呢 就感觉到 我来那个读学都读不下来 要是那种全职都更不行了 那你为什么今天来这 想试试我 没试过 没试过是吧 那你这八年期间 你靠什么生活呢 就是兼职类的 那剩下的时间呢 剩下的时间就考别的呗 到现在我现在考那个 你可能懂 注册公务设备 我考暖通那个 你这么多年不工作 来自家里的压力大吗 不大不大 没结婚的压力大吗 也不大 也不大 所以说其实你父母 还是蛮理解你的 那你不会觉得说 比如说你是博士 一业双硕士 作为这个水平的人来讲 收入比较低 不工作 我感觉是怎么说呢 现在的 社会发展这么多元化 这么 什么事不都可以 工作不是说 非得朝九万五啊 你内心里有没有感觉到 它是一个 逃避社会的方式 这个怎么说呢 嗯 一个现在考试不也可以赚钱吗 再一个 现在的赚钱方式这么多了 你应该讲 43岁只做了两件事 先签 考试 先签 考试 先签考试 然后呢 你这个考试赚钱 刚才我听到了 考试也可以赚钱 那不叫赚钱 那不叫事业 那叫火 在你身上 我看不到责任两个字 我看到的就是 我考试 我逃避 我先签 我逃避 你的先签 跟别人不是爱情 你的先签 可能是500次的麻醉 医生不可以如此对付的 你在对付人生 我自己万万的 我都懵了 我自己 我对我的生活挺满意的 学历高 能力不一定高 能力不够的话 哪不就得 忍用 霍行 你在相亲的时候 你没有告诉 你那个相亲对象 你有多少存款 你现在能在这告诉我 你有多少存款吗 我估计应该是没有 是吧 或者很少 对吗 可能不到三万差不多 好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一个问题霍行 因为我不知道 你父母现在有多少存款 你有没有考虑过 有一天父母老去 他们万一遇到了 一个比较重大的情况 需要一笔大资金的时候 你自己拿不出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到很可怕 或者是一个压力 这个我感觉是到时在想的 任何人 任何打工者 他都不够 都拿不出来 他拿不拿得出来 是他的现实问题 他有没有去拿到这个意愿 是他态度的问题 能明白吗 今后要不要想一下 因为我觉得刚刚水峰老师 那么大长一段的话 以后呢 因为这是个改造节目 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态度 等会 等会 这我有点漏 你现在让我回答 没法这么快 我得慢慢地 绿绿 我得 有点凉着 手帕不错 有俩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男人最重要的两点 一点叫做责任心 一点叫做上进心 人穷不怕 真的 我家里条件比你还穷 我估计可能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家里条件可能比你还穷 但是的话 当你有责任心 跟你有上进心的时候的话 异性可能就会对你有好感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是一个改变节目 你刚刚说你没有想好 你必须要想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想要改变的态度 和改变的决心 想 很敷衍 当一个人责任心和 善进心都散失的时候 他有另一个词定义 叫懒 他懒得改变 是不是大家对你没有恶意 我是着急 你应该能听懂 就是我们真的不是说 兄弟 来得紧 改 这来得紧 改 善进心 责任心 懒 这三个字挣起来 来得紧 如果一年之后 你觉得能拿出来 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量 我会要你到我公司工作 我公司的网红多 六个小时 我不要他八个小时 他六个小时 连续六个小时 就谢天谢地了 好 那关于职业能力 几位老板 有没有什么职业能力 这方面的考察 想考察他的 为个问题要获行是这样的 你的职业理想是什么呢 理想 这个倒 没想过 对 因为你求职是文秘嘛 你觉得文秘需要具备怎么样的一些这个能力 据我所知好像 就是一个我说的细致 一个就是能把东西打得津津有条 我只能知道 这是干杂活的 干杂活的 其实不需要秘书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文秘 就是干杂活的 那你在这个事情上 你的能力来讲 你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优势 就是想的挺招牢的 我感觉 就能准备的精精有条 你想好了精精有条 谁去干呢 是不是你自己干 不是 我是 那不是老板干嘛 你是天津大学的双硕士 你的学习力 其实已经超过了很多普通人 但是你对自己 我觉得有一个不太正确的预期 你想做你一个文员 觉得细心是你的优势 但其实你已经考了天津大学的双硕士 你并不觉得学习力是你的优势 你并不知道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这可能是你的问题所在 来吧 我们来到最后的表决时刻 有没有意见反转的 首先莫凡 没有 不给机会 没有 没有 好 那剩下两位选择退出还是留下 我退出 我退出 海银汉霍星 我觉得你如果想改变的话 你真的要跳出天津那个舒适圈 最起码说你要不要给你父母在一起住 所以说我觉得你回去就要跟父母好好聊一聊 他们忍不忍心让一个四十多岁的你出去稍微吃那么一点苦头 然后也许有些改变 好 那我们今天霍星感谢你 来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将来越来越好好吗 谢谢 我里面的事情能力不强 融入不了社会人群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懵了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一个打不上来 一个是回不了花 出于不知所措的状态 我得好好的就是回去把东西再整理整理 来我们现在看下一位求职选手的VCR 我叫李盛南 今年27岁 辽宁人 目前是一名媒体工作者 我现在北漂五年了 希望以后可以留在北京 跟我十年前的想法一样 这个是我在北京海淀这边租的一个房子 这个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是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住的 居住环境要干净很多 很明显收入就要高一些 而我和我的室友都是做视频的 我俩都是编导 然后工作之余 我俩还会做一些自己的短视频 所以会做一些最近比较热的一些综艺 冰箱有点乱 没有收拾 有牛奶 一些水果 因为我老家是东北的 辽宁安山的 然后东北你就知道吃那个酸菜饺子嘛 我妈会包一些 就一定要带回来 就是沉甸甸的抹 这个是我的卧室 可以进来看一下 蛮整洁的 很有条理 同样是化妆台 然后有的人就会所谓的说 对 这跟性格相关 生活喜欢 我北京工作这几年 自己攒下多少钱来算过吗 二十多万吧 就是正好前几天 自己首付买了一个 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房子 是老家买的吗 对就在辽宁安山 在老家买的房子 现在很多这个在北上广深工作的人都是在老家买房 虽然他觉得啊 我这样就是会有点不好 然后自己好像长这么大了 终于能给家里做点什么了 工作五年多了 主要的两次工作 一个是在中国新闻周刊做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然后这个是之前做的关于癌症理发店的 还会做一些 比如说讲一些互飘模特的故事 就是群项类的作品 基本上全网就会几千万的那种 也上过什么微博热搜什么的 苗角不知道大家听没听 我有人管它叫短视频界的那种 就是那种颁奖典礼 然后会得过一些最佳导演 最佳短视频 最佳短视频团队 当时又觉得互联网是一个未来嘛 而决定转行到一个互联网公司 说的一些是偏互联网营销这种 它会有很多这种活动 就像我现在在前一份公司 积累了很多就是长篇的经验 在现在那公司积累了很多短篇的 它履历是挺好的 我现在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 从心底来说 我更喜欢娱乐上的一些东西 自己的短视频做了一个月 做第一条视频就是一条爆款 在快速上有三百多万的播放量 自己心里还是想趁着年轻去试一试 但是又是耐于说 前两个工作又是好工作好 然后又是能有能力的提升 包括工资什么的 所以我这可能是比较困惑的 就相当于自己的一个职业的定位 到这个阶段突然间不那么清楚了 我想起了我工作到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 从那边有个困惑 是的 我就觉得一直要往上爬 这是老板 也不能说是老板 对 我有老板思维 你三十岁的时候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职场状态呢 五十多万吧 职场人收 他不是说要去创业撞到年薪六十了 有难度 那上线什么 还是有机会的 百万 他的心思跨度好大 现在多少啊 现在都算上三十多吧 三十多 是一个优秀但焦虑的人 二十七岁啊 年薪三十几万 在互联网公司里面 而且又是一个团队的负责人 这个事情你把它放出来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中高阶段的人才 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那用我 兔子 桥 钥匙 造一个锯子 钥匙落在桥上了 我穿苦子去拿 我追赶着一只兔子 然后来到了一个桥边 然后拿出钥匙 把桥通开 这个里面的我呢 就代表在职业里面的自我满足感 这个是第一个 钥匙代表的是钱 然后呢 对 莫凡我已经听到了 你把钱放在前面了 桥代表的是你的行业公司的发展的方向 兔子代表的是人际关系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踏青 在路过桥之前看到一只兔子 兔子跑过了桥的时候 看到了一把钥匙 因为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 让我觉得你这个人的希望能够通过努力 争取到更高的财富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特别简单的测试 可以发现 其实你最在乎的第一个是工作里面的 这种自我的掌控感 其实在职业心理学里面呢 很多人呢 都会对自己存在一些误区 那大家往往认为自己真的很看重的 其实实际上是你的潜意识里所不看重的 如果你喜欢娱乐的话 你可能会去做娱乐行业的 这个整个娱乐情况的这种分析 对 怎么样去引导大众啊 这些更有高度一些的分析类的工作 会比较相关 但是因为很多条件 你限制住自己了 他挣的第一笔钱 给家里买了一套房 对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板 你们第一笔挣到的20万去干嘛了 我买车 你买车 我也是买房 自己按这些房子 赵总呢 我买了个表 买买了 什么叫凡尔赛 刚才他这个回答就 就是凡尔赛的本赛 买了表 东东呢 我是用我挣到的钱 开了一家公司 买了舞台灯光音响 我那时候上大学 高总 毕业的第三年挣了20万 还了我上学期间的 家里的一些借款 然后买了一套房 冲冲 我吗 我能说还没有赚到吗 我刚才刚刚说 我问这个问题我就后悔了 万一有人说 我还没有赚到20万该怎么办 你你赚到20万第一次20万 逢了个餐饮 一个朋友看了个餐饮 后来赚了吗 那可想而知啊 完全没有看到一分钱回来啊 我第一个20万 其实跟他和高总一样 也是给家里边买的房 像他第一比20万给家里买房 可能家里情况可能没有那么好啊 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还是很期待的 那我们下面就掌声 邀请李胜楠 哦 还不错啊 哇 大家好 我是李胜楠 今年27岁 是一名视频编导 工作五年了 从电视台到新媒体 再到互联网公司 岗位呢 也从高级视频编导 做到了视频组负责人的位置 今天来到节目呢 想看一下有没有适合我的 视频方向的一些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李胜楠请坐 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 我捕捉到一个小小的信息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 今天你来这个节目 是在骑驴找马吗 呃 其实也不是 我来这个节目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能跟各位老板一个面对面 一个交流的机会 但是我是带着我的诚意来的 如果是有非常适合我的工作的话 我肯定是会去 那不就是骑驴找马吗 就算是也没有错呀 对呀 我知道就算是也没有错 但是我想问各位老板 如果你的员工骑驴找马的话 你会怎么样 必须骑驴找马呀 难道还要裸词吗 有没有其实不同意 我觉得骑驴找马应该是隐蔽的 不是跑到电视台来 对呀 这就是明目张胆了 但我觉得这种骑驴找马 这种形式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本身 他足够优秀的话 他老板要看他来了有更好机会 反倒更晚对他没有什么不好呀 反正只要他今天坐在这里 这个节目一播出 那个驴就死了 看他个人的价值 再怎么个人价值 他有多重要吗 这个裂缝是不可迷惑的 那你小心眼 这不是小心眼 我其实想解释一下 就是我在来这个节目之前 跟我的leader 直级leader 有聊过这个话题 说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一是可以说 看一看我的职业规划 有没有说更好的一个方向 我可以去 另一个就是 我可以真的有一个 可以和老板 一个面对话的一个机会 那我领导是觉得 他是支持我这样的 我觉得员工跟老板之间 就是要敞开心扉 有的时候 敞开心扉不应该节目来玩啊 可以大面堂啊 因为他已经提前说过了呀 哎你老了 用吧 其实裸瓷的成本 在北京太高了 大家都是一个 普通家庭的一个孩子 就是很难让你说裸瓷去找 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 盛南 你为什么说将来想在北京 对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在北京 我会有欲望 因为就是我是从一个 三四线的城市来的 我来北京之后 我会发现 哇 我想做这个 我想做那个 然后我可以去做这个 好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 对 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的整个他的工资水平 包括我结交的人脉 因为我之前是就是说 做纪录片的嘛 也很关键 到现在为止 我都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认识我 我可能在别的城市 我就别的 除了一线城市之外 我可能没有 没办法接触到的人 第三个 对 第三个城市 第三个就是 我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在这 我挣的薪资 会支撑我去做 更多的事情 而且我注意一个细节 就他的简历上 他曾经因为 男朋友在异地恋 是吧 男朋友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是吧 然后这个 背着他去相亲 然后分手 伤心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当面临这样的 就伤心的情况的时候 你有后果来北京吗 没有 男朋友可以换 是的 但北京不能放弃 对 你有没有觉得 你因为来北京 粉丝掉很多东西 比如说爱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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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我觉得 婚姻不一定是我的必需品 但是工作是 那你身边的那些发小 已经 他们什么样情况 在老家呢 老家生孩子了 我这个月要随好多份 就是说你羡慕他们的生活吗 说实话会有一点点羡慕 但是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三个月的时间 在抖音做了五万粉丝 在快手上 在快手上 抖音只有一万多 你怎么样从零做到五万粉丝的 那我其实对热点追踪比较准 然后又对娱乐像是比较感兴趣的 就第一天就爆了 然后在七海做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账号的规划了 都已经有五万粉丝了 而且你本身就做短视频的 你不管是支付贷 或者是怎么在里面带运 都可以超过你现在的期待值啊 你在那里面一年一百万随便来的 你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求职呢 就是未来 至少我短时间内 我的工作规划里 我还没有要把它完全做成我的一个主职 所以我在我每天下班和周末的时间 去做这个短视频 因为你具备了让你作品爆款的可能性 你身上有这个才华 就假如他到了一百万粉丝 你还是不离职的是吧 因为我是需要在一个大环境里去工作的 我觉得我这个是我 我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说盛南 你的职业规划 我听起来是要最后做一个大V 一个up主 还是说要在一个大的互联网公司里 做到一个总监啊 五六十万的年薪啊 你自己更倾向于你一样的职业规划 实话实说 我现在有一个稍微有点困惑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两个 正好是我给自己 就是二选一的一个规划 我确实是自己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我点过你一下一下就豁然开了 你并不困惑在你的职业选择 你困惑在你所在的城市 如果你现在在寒州的话 你一定会做一个独立的up 但是如果你在北京的话 你会很换火 我到底是个职产人的还是个up 如果你到了寒州 你肯定马上就想明白了 对老师 这个说话我是认可的 如果你在寒州 在南方 你会专注于你现有的技能 你会打造一个自己的 博主的一个身份 但翻过头来 你要看自己的基因 你是从纪录片开始做起的 对那你其实做短视频 也就是在近一段时间的 一个工作经历 而且你在一个很好的平台上 在北京能够拿到月薪 三万年薪三十多万 你要评估这里边的东西 就是你在北京的奋斗 和在杭州的奋斗 你会发现一方面 真的是在给大厂奋斗 而一方面可能真的是 在给自己奋斗 它确实是都很贫 但是真不一样 让他去杭州是不对的 现在 因为他是想做娱乐号 但其实很多娱乐公司 都在北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是做视频的话 其实杭州电商的环境 确实很好 但其实视频的话 北京也是可以做的 因为我就在北京做视频 我觉得关键是看 自己每个人追求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就是你在一线城市生活 和在二三线城市生活的 这种幸福指数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大学一毕业 就进了电视台 收入比较稳定 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 可能相对来说 就幸福指数偏高一些 就看每个人 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客观说 盛南其实都没有想好自己 下一步到底要干嘛 咱们已经规划着 他要去杭州了 要杭州的供链怎么样了 因为他刚才说的 他二拳一的一个选项 我们只是告诉他 他其中的一个选项 可能在那边会发展的更好 大家几个老板 一直在讨论说 杭州 你有没有试过杭州 你适不适合杭州这些 然后我突然间就有想一下说 就是我是不是一定要在北京 北京是不是我唯一的选择 如果结合我自己的 一个职业的规划 到底是不是说 我去另一个城市 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所以这个是我接下来 自己也要好好考虑的 盛南你觉得你在北京 现在我看了一下 你现在的薪资也不低 如果说是按100分算的话 我现在给自己打的是60分 而我是合格的 但是我个人的野心会比较大一点 五年前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毕业之后 我要改善我家里的生活条件 那我现在做到了 我就觉得 那我要开启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了 那第二个阶段的话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世界上成功了 那我现在的焦虑就在于说 我27岁了 比30岁可能就很快就到了 那我还是觉得 我成功的这个速度是 我至少对比前几年 是没有太清晰的 所以我会觉得焦虑 太过于焦虑了 你挺棒的 你二十几岁了 27岁 你知道我和你一样 我27岁那年特别恨嫁 特别希望有房子 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父母都是农村的 而且我没有见过我爸爸 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 我27岁那年特别想 给我妈妈一个房子 我想让她放心 所以我懂你的焦虑 稍微的放松一点 谢谢 我觉得盛南在27岁这个年龄的群体力比 我客观觉得说 我觉得已经非常优秀了 对 无论从你自己做好的能力 你刚才讲问题的 逻辑的思维能力 我觉得非常的清晰 比我见到的 其实跟你同龄的 甚至比你大一些的人 其实都要清晰 那赵总你27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我27岁开始第一份创业了 我是在16年创业了 我觉得我觉得她的经历不具备 我说一下 我27岁是全职家庭主妇 我27岁那年结婚 然后30岁 三年之内生了两个孩子 我是完全没有职场的任何的经验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过于焦虑 但是我其实有发现 很多人都会有30岁的焦虑 就是快到30岁 觉得自己的职业要改变了 但是你过了30岁 你就知道 其实无所谓了 赛道问题 这是你的赛道问题 你选择的赛道的这个行业 本身你一个月拿到300块钱 已经很高了 你除非选择去破圈 你除非选择说我就去做IP 我要做复划一个账号 或者说你选择来我们这样初创公司 你能够跟着我一起吃苦 你能够跟着我把我的IP复划好 我愿意给你股份 这都是你新的选择 所以你的焦虑取决于 你在这个岗位和这个行业内的一个焦虑 对 这个就是我最近在思考 就是说我要换赛道 还是说 甚至说换城市什么的 只是说我还在就是考察中 我觉得好在我目前 我的焦虑没有影响到 我去做一些改变 去做一些努力什么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就是 平前跟我一样的 年龄段的 一样有些焦虑的人说 就是焦虑很正常 不要就是觉得 它就是有什么了不得了 但是有这个焦虑存在的 你就要意识到说 你要去改变了 这个是个信号 但是确实是不要像我一样 房子特别大 其实你是比较值钱的 你是在所有的视频账号当中 属于比较值钱的创作者 我看了一下你是有出镜的 你是有观点的 你是有串联的 你是有文案的 我来问点专业的吧 正好就都弄这个话题 你是编导剪拍 你一个人都能完成吗 对对对 我是一个全面型的编导 我觉得因为 分发品控 后台数据也是你一个人完成吗 对对对 有投放吗 有投放 对因为我之前给自己定位 是一个创作者 那我现在其实 就是要去考虑一些 就是流量 一些变现的东西 是我接下来要去做的 前面一个叫传播学人才 对 后面一个叫经营性人才 对对对 你同时具备了传播学的 经营性人才 那就是国内最紧确 最紧确 最紧确的人才 你考虑过这个娱乐项的 这种大V的大号的 这种商业化的变现的方式吗 我有跟那个 就两个平台的官方聊过 就是他们给我建议 就是开播 那各位考虑一下 你将会给他到什么职位 然后的话 能不能满足他的心思要求 来到我们的boss的决策时刻 来首先 高总 我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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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出 我退出 有四位老板留下 我们下面就一个一个说出 自己能够给的职位和薪资 直播平台的运营总监 两万的月薪没有问题 同时我可以释放 50万到100万的股权 你就参与到我们的核心的 创业架构里去 工作地点就是疗程 苏老师 到我们上海公司的深圳事业部 那里正在服务四家这个服装公司 需要拍剪头发 底薪是一万 但上面有KPI 大概一个月也能达到三万左右 在深圳 好 东东 给你的职位 应该是我们整个 叫视频投放组的负责人 一万八千的底薪 加提成 综合收入的话 那就上不封顶了 可以在北京提供住宿 因为萌萌创特 我们现在主要投新交位加新科技 这个赛道 所以如果你到我这来呢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就是专门负责 首先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先负责 我自己个人的IP的塑造 视频号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们有些投货的项目 做一些这个视频的内容 这两个方面 所以我给你的薪酬的话 是基本工资两万五 在北京 好 盛南我给你建议啊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选择东东 盛南四年 薪资从3000块到24k 代表这个姑娘的成长 欲望是非常强的 而她现在的所有的焦虑 都是来自于 是不是有一股力量 可以推动她来进行 但是我认为刚才在场上 东东的性格 是可以很大的程度上 在工作当中 给你带来这样的机动性的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再综合考虑一下 因为电商平台 和你现在所从事的 这个互联网公司 包括原来的这个 中国新闻周刊 它的这个工作内容和方向 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一点 你要考虑的非常清楚 才在做决断 好 那盛南给你 十万一种考虑时间 然后的话给我们答案 四选一 或者说谢谢大家 选一或者说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理由吗 可以 对 因为我这次放弃这个 特别特别好的机会 其实不是说 我觉得大家 就是四位老板 给我的工作不好 或者说薪资不达不到 而是说我今天 我接受大家的一件 包括大家给我的职位 我回去要好好再复盘 再思考一下 再去考量考量 对我自己也包括对 就是你们公司负责 那我们就谢谢盛南 好不好 谢谢 感谢你来到我们这边 谢谢 就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 一直在问说 骑驴找马是对的吗 对于他现在的职业技能 说实话 三万块钱 真的算是比较高的了 对 而今天 如果是一个其他的人的话 我们开到一万八的底线 他如果没有那个驴 那么他可能对这个马 是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 但就因为他有了这头驴 所以他对马可以轻松的说 谢谢 再见 很潇洒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 你没挖过人吗 啊 猎头啊 悄悄的 这样吗 再怎么悄悄 他不也是挖人吗 我说句真心话 我从创业这八年 我一个人都没有挖过 我特别的抗拒挖人这件事情 那不是 互联网行业 我们挖人是个常态 被挖也是个常态 所以说 挖人是竞争方式 对啊 只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嘛 像他在大城市里边 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27岁是30万 然后的话能干什么 能做到年薪百万 给他一个建议 如果他想从大厂里边 想年薪百万的话 客观上来说 是只能通过跳槽 只能通过跳槽 怎么跳 比如找个竞技 去不断地跳 只能这样 我觉得他应该是 加入一个创业团队 加入个创业团队 让大家的股权变现 高总呢 就和我们合作差不多吧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下一位求职选手的视频 大家好 我叫于吉涛 今年34岁 来自山东济南 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 创业期间 我开了三个店 全部亏损 这时候我奶奶也不幸离世 这双重打击 让我情绪非常低落 这一年的时间 基本上没有出过门 我就住在这个学校里边 然后学校里面四楼 给我安排了一个住的地儿 现在到四楼了 这个地儿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 办公住的地方 差不多有七八十平 租这个房子的话 差不多对三四千块钱 所以说为了鼓励我们这个创业 然后确实也给我省了不少钱 进来看一下 这是客厅 这是以前我创业的时候 然后做淘宝店的时候 我还抖音上的产品啥的 一大堆的都堆到这了 那你现在囤了这么多活 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还没想过 现在真是什么也不敢想了 迷茫器 这里边的话 平时我在这直播 2019年开始播的 每天大概四点半 我就得爬起来来直播 我本来就不是情商高的人 你好多地方没有别人更占优势 你只能是靠勤奋一些 然后2020年的四五月份之后 我就不太做直播了 自己弄了工会 Amazon机构 签了一百多个 差不多一百多个艺人 这都是他们的合同 最大的一个两百多万粉丝 他属于娱乐主播 现在也转带货 然后这里边的话 好多一些是我获奖的证书 环保爱心设计师 工艺文化 传播首席顾问 这个的话 是我才艺大赛获得的三成奖 当时表演的传奇变脸艺术 然后这个是一个挺 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一个吧 那一年只知道直播 忽略了好多事情 然后突然我生日那天 收到一个礼物 我一看我和你的那七年 从我认识他 就是到直播那天是七年了 然后到我看到的时候 真的挺感动的 就像阿姨说还挺 鼻子挺酸的 因为男的嘛 结过婚之后 没有想过这些东西 但是转眼睛 七年了 我自己都没有这些画面 其实是真的 当时正直播的 然后打开的时候 真的哭着不出了 也跟现在一样 就 然后一直到孩子出生 就感觉我们两个就是 均少力多吧 我奶奶在的时候 我最牵挂的是我奶奶和我爷爷 现在最牵挂的就是他们两个 所以说当时拿到这个的时候 我 真的就是情绪失控 然后看到这个日记之后 我就决定不玩抖音了 因为 前面那个时候的时候 只知道 其实我的想法也很单纯 只想 做一个好的主播 挣到钱 能让他们过得更好 但是 忽略了他们两个的感受 不好意思 失控了 不想让孩子走我的这条路 从小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就把父爱 还是想 再穷再苦 我都想陪着他们 但是现在 我是开工没有回头的剑 我不想让我的努力白费 所以说 还希望 他们能原谅我 我想对他们说 其实我很爱他们 我不爱表达 我很内向 也挺对不起你们的 从这个视频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 抗压能力也不行 作为一个创业者 他没有什么样的 抗压能力 对不对 你看他遇到一些事情 看他册子 可以哭成那个样子 他看册子 哭成这个样子 我还能理解荣二 还有一个细节 是因为他是 从小不是跟父母 长大的 他从小缺乏父母的爱 当他看到妻子 在他生日的时候 给他寄来 跟孩子册子的时候 触发了他内心深处 多年也缺乏爱的那种痛 我想找一个项目执行类的 或者管理类的 或者是项目谈判类的工作 我觉得我服务意识上 和技术上各方面 谈判上都没有问题 专业技能上 最大的问题就卡在了 就是拓展业务客户上 还有我的主动攻击在一块 就是我太被动了 于己涛 想做项目谈判类的工作 需要与人交流 性格内向的他 改造训练 是从餐厅的基层服务员开始 锻炼他 与陌生人的沟通和技巧 到底他的服务意识 是怎样的呢 先生需要点餐吗 你是 我是咱们店里面服务员 咱们今天一共有几位 我们有三位 不是你服务员 你都不戴口罩吗 直接戴口罩就来说吧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够狠的 我觉得从CEO变成服务员 也是很有挑战的 你好 先生需要点餐吗 菜单子我们看一下 倒点水呗 好 稍等 水的柜上 得三倍 好 倒点猫 哎 你们家什么比较好吃啊 我们家主打的是这个 一条瘦身锅 咱们这个 它怎么能瘦身呢 低脂 低油 低糖的 吃肉不长肉 这个是在长什么 那 我给你咬一下块 这个 这个 对 这你别人也不愁啊 不好意思 我新来的 新来的 请多多关照 我先看看 你先服务员 哎 好 谢谢 好 谢谢 刘先生点餐吗 你先倒点水吧 哎 好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哎 哎 哎呀 不知道几个人呢 先拿四个吧 不好意思啊 您久等 新来的 第一天上班 给您带了不便 你第一次来 你们家推荐一下吧 那特色的 就是大黄鱼 汤是什么汤呀 呃 来服务员 现在可以这样吗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桌 然后您先看一下 一会我再过来可以吗 哎 谢谢 不好意思 哎 你好 你先给我们来一个这个吧 你女朋友想吃这个 这个 墨鱼芝士 墨鱼芝士 哎 嗯哦 你刚才说那些什么鱼 这鱼是能 能涮锅的是吗 还在做哪 大黄鱼 理解 这能上锅的是吗 咱们这个鱼可以上钩吗 呃 鱼的话是清蒸的 清蒸大黄鱼 上锅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给你改一下招 但是 你看这个语言就不一样 很老的 小鱼今天的话 整体的话 嗯 还是不错的 但是呃 有很多机会点 比如说我们在 给顾客拿餐具啦 然后还有就是 给顾客倒水 点单环节过程当中 需要提升专业能力的 一个学习 其次就是在 应变能力上 要多加强一些 嗯 他就比较木了 反应 您是反应不行 他还是相对比较被动的 其实在这改造当中 完整的呈现出 他自己说 他自己是被动性的 确实挺被动的 客人问他什么 他答什么 他从来没有主动说 我们店的主推菜是什么 对 被管人家培训不培训 你自己的主动意识 嗯 这个是要有的 他身上有个 特别矛盾的 就是他创业 失败了之后 重回职场 他在职场里的定位 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又做不了 像服务员这样的 就是基层的工作 那么同样 他平移到企业里面 是给他总监 是给他普通员工等等 其实这个是他身上 最矛盾的一个地方 话不多说 我们就有请 于吉涛 来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老师好 我是于吉涛 今年34岁 来自山东济南 今天来到这个 求职高手的现场 我的求职方向是 抖音运营 或者是项目洽谈 质量工作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于吉涛 请坐 首先我想代表 所有的boss团 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想到 今天要穿这一身来上节目 因为这是求职 求职的节目 求职的节目 你平时求职面试的时候 会穿一个上的衣服 然后带一个领结吗 嗯 也是身边的朋友推荐的吧 那个朋友回去之后 不要交了啊 你这个有点太过于的 过于隆重了 对过于隆重 但是我觉得 我比较重视这一场面试 说明这个导演组 让你改造去做服务员 这个力量是会的 成功了 结果被改造了 哈哈 怪不得上节目之前 就说我像服务员 哈哈 我现在回来 回到你刚才 镜头里面那个哭 我想从那一块 我再去了解你 你为什么看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画面 你突然泪流满面 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吧 本来我从小的 家庭环境 跟爷爷奶奶长大 所以说我懂的那种 很少有陪伴的这种 这种情感 所以说 本来我对象 也是济南的 山东人嘛 都喜欢围着 大锅一起吃饭 老人身边 他还是独生子女 他比我小七岁 但是呢 他很成熟 所以说 一再的都是 他在退让 忍让 他从来没有 对我一句抱怨 你们俩现在 一直是两地分居的状态 对吗 对 但是我也是尽力 只要有空就回去 所以说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但是恰恰是这种 没有 没有抱怨和怨恨 反而让我更 更痛 每一次直播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 作为一个女性 她内心不希望你 抛头露面 接触到更多外界的人 男的女的跟你聊天 在直播间 但是呢 她还选择了 陈默给我点赞 在直播间跟我互动 不管有几个人 她都在里面盯着 她每一次个点赞 我都心就痛一次 然后每一个支持 每一个关怀 我就痛一次 但是我只能把她 当成动力去 不断再努力 但后来我再思考 我这样直吗 其实我事业没了 我可以找个工作 安安永远上班 然后顾着家 但是如果说 一个最好的 她让你失去了 我觉得可能这是 我这辈子最大的损失吧 所以说我就决定 我放弃了 然后我就直接不玩了 你现在跟你太太怎么样了 关系很不好吗 我们之间关系 一直都没有问题 只是我出于愧疚 放弃了抖音 你对她说过离婚吗 没有 我从来不会 我看了那个叫 七年什么 七年日记是吧 对 七年这首歌 那里面的很多照片 很精彩 有思念 有回忆 有晚事 但是我看到了决绝 就是决绝 有一种告别在里面 所以她为什么 刚才问你有没有提 离婚这个事情 就可能是我 吉涛 你你你习惯杜老师 这种风格就好 她心中一直都不是 那么特别的阳光 他看什么东西 都是不是那么特别的阳光 你不要去特别的在意啊 可能在在座的 我想问一下 有多少人看到了决绝的 举手我看一下 你看不到 我通过理解 我想象了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决绝 你想象了一下 然后剩下的人都没有看到 对吗 他年纪比较大了 想的比较多 哎他看厕子哭成这个样子 我还能理解 还有一个细节是因为 他是从小不是跟父母长大的 嗯 他从小缺乏父母的爱 你说一年 一年没有下楼吗 奶奶去世 对 聊一聊 我不知道 有没有给我有共鸣的 因为小时候 我的印象最深的是 我奶奶说的一句话 我做梦的时候 下大雨 我都在背着你 走到哪里 离得再远 我都能找到你 但是 我做梦的时候 下着雨 我都背着你汤水 其实这句话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这种情感 在我心里 他是我妈妈 因为我妈生了我 但是我奶奶从三个月 为奶粉巴巴为大的 所以他生病的时候 真的很遭罪 肺炎晚期 然后 插着管子 肺炎嘛 那个水得一桶一桶 往外流些水 然后脚又被开水烫肿了 腿被狗咬了 紧接着胳膊又摔断了 哎呀 天哪 当我最后 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躺在 所以说我感觉 我不相信 我没有流泪 当时我没有流泪 我不相信 但是 当我看了他 入土的那一刻 我觉得 可能是真的不在了 人真的会死掉 其实我奶奶 这一辈最大的幸运 就是想看到我 也是想看到我成家 但是偏偏最后一个 我没有见到他 他也没有见到我 我就突然理解 杜老师刚刚说 那个决绝的那个含义了 我觉得 其实说到这儿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很感动 觉得吉涛这个特别重感情 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是不是 就过为陷在你的情感里了 不管是对奶奶的 还是对你太太的 你老是把很多遗憾 把很多感情放遗憾你 但是你没有把它放在当下 真的吉涛你先平息一下情绪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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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每一次泪水 都是过去的洗礼 它会让你更懂得感恩和珍惜当下 其实无论哭或不哭 能看得出来你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觉得你有点太感性了 其实好的创业者或者领导者 我觉得 有的时候不能太感情用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太感性 有的时候会让你很犹豫 失去判断力 没有办法很果断地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通过这个节目 也是理性起来 你是创业创业了几年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注册了工作室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接校外的这种项目 接着2012年注册了公司 广告传媒 然后还有博装设计 经历了一些电商的项目 这公司高峰的时候一年 能有多少营收啊 最高的峰一百多万 最高峰的时候多少人 16个人 现在这个公司还在吗 还在 多少人 呃 员工全撤掉了 就是这个公司也进入休眠状态了 是吧 项目还在接 但是我改变了就是经营的方式 算是一百包 所以说你做了七年创业 你获得了什么 那我设计行业的经验吧 谈判能力 谈判能力 你怎么样能体现出你的谈判能力呢 这个 我来试一下吧 你就 我这次管红 你把我签了吧 我们俩谈谈判 杜老师 你好 你好 呃 我们是一家M3机构 嗯 然后我们之下也有 我们也有工会 嗯 呃 您现在应该也知道 如果说您不签约这个工会和M3的话 其实自己发展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嗯 对吧 给我多少流量 啊 你给我多少流量 给您多少流量 这个流量我不敢给您保证 你给别给我几个几次推进位 工会里边这个的话 我们肯定把我们最好的 就是我们认为 呃 来推崇的这个主播 尽量都把它放到重要的位置 嗯 几次 我要数据 一个月的话 正常情况下 呃 五到十次 太低 啊 太低 我不愿意 我觉得您这个 呃 还是有很有潜力的 非常有潜力的 我不是潜力 我一千多万粉丝 哦 您是一千万粉丝 哦 那我们公司能给到你的是60% 不是太小了 不行了 平台给你的简历 我能不能分 不好意思 没有太小了 养不了您 我们公司太小了 不给你钱 哈哈哈哈 是你前面第一段就已经很松了 拉开了 嗯 这本主题 你签我吧 我大概能给你多少奖励 第一 我给你多少推进位 第二 我每天给你贡献多少流量 第三 看我有多少资金把你打板 打板 打板 平台 我怎么谈流量 这些最第一句话就能完成 就是你推了 我在逼你一段到完成 谈判失败 对 而且你每一人会回答 你都是属于你不没有占主导权啊 你都是 每次回答都问你两可 因为 而且这个是 正好是他做的 又是工会的事 就是工会的语言 他还丢那名 因为杜老师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有 很有实力 有权威的老师 我在跟他面试 本来就内心比较 讲实话 谈判能力是以实力作为基础的 像他们这样的公司 理论上是没有机会跟杜老师来谈判 哈哈哈哈 那抖音这一块的话 你现在做抖音运营的话 你是靠什么样的手段来成交 我觉得前期还得就是靠大量的拍一些短视频吧 然后视频量一样上来 然后拍的有特点 然后投放你怎么投 如果是我们是养号的话 那就是正常正常发布了 比如就像基础的这些爱特谁 然后这样来做 如果说我们看到他进入了下一个流量池 对吧 如果说流量 看流量还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相应的投抖家 如果不投留的话 用什么样的手段 画术能够做展画呀 我带我的产品 靠短视频的话 它不太不太有点慢 所以说我选择了 我擅长的做设计 我把页面设计的比较好 然后把产品打造好 品牌打造好 然后让更多的那个达人帮我带货 你说的还不是我要问的问题 总是绕开那个关键点 我比较理解东东问的这一段 他因为他整个的 求知意义像是商务运营总监 总监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拉高一个段位来问他 他可以做运营专员 对 你这些经理都做不了的 就是你说实话 我在跟你整场沟通当中 咱俩不在一个频道上 我要是用你 我不知道把你用到运营组 还是内容组 还是投范组 还是客服组 现在我在这里四个点 都找不到定位 季涛 奶奶去世的时候 你没有陪在他身边 在创业嘛 对吧 那你下一份工作 你想说回到济南 陪你的老婆孩子 还是说继续想留在北京去打拼 第一个准备 要么就是在给自己了一个时间的设限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能不能让自己翻身 或者是 就是经济上更好一些 如果说没有能力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好 那我就选择放弃一切 但你觉得七年还不够吗 你已经给了自己七年的时间 去尝试能不能给 七儿老小更好的生活 对吧 其实之前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疫情 这两年才开始这样的 其实除了你之外 有很多的中小企业 在疫情期间都倒闭了 或者创业失败了 到现在这个阶段 有可能是你刚刚是 复盘你的过去七年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走的 一个好时机 在我们这儿 我就去高总那儿 他刚好在山东 有岗位 对吧 那我就接下来 你应该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能够回到山东 离孩子和太太 更近的地方 再去打拼 高总是咱们山东老乡 目前产业 都是在山东济南和辽城 对于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当下的状态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谢谢 我觉得高总有一种 被夹起来考虑 这种感觉 好 我们各位boss 老板考虑一下 来到我们的boss的决策时刻 杨总 你选择退出还是留下 我选择退出 我觉得你应该回到家乡去 嗯 谢谢 赵总 我退出 谢谢 好 东东 我退出 谢谢 好 杜老师 我退出 谢谢 莫凡 我退出 谢谢 好 众人食材 火焰高 高总最后你的决定是 死亡最难一次 其实高总那儿的 那个直播还挺适合的 我觉得 能接受再聊什么 可以 那就那就更进一步了 不就 那那高总您最后的决定是 退出还是给机会 给机会吧 给机会 哦 哇 高总给出你的职位和薪酬 我呢也是运营了一个产业平台的项目 就是直播 适合市政府 以及阿里巴巴和山东卫视 共同来打造的一个直播平台 就是把疗程的所有的这个 呃 产品呢 进行供应链的集中化 同时呢 也是做电商的这个 培训 以及直播间的这些 集中的赋能体系吧 我给你一个运营体系的 这个适用的一个管理 管理岗位吧 哦 管理岗不错 管理岗还是很不错的 薪资这样 一万呃固定 然后呢这个可以做到五十万的一个期权 哦 很不错 很高 已经很高了 据我了解 应该疗程的平均工资 大概是五五千左右吧 平均水平 现在就在四五千的水平 哇 你去已经是高薪了 看来大家一把火吧 把高层烤的 烧开了 给烧开了 给狠透 好不好 其实这个拿到这次的简历的时候 其实我招的这个人 这个人是最适合的 嗯 他田的这个运营总监的这个职务也特别适合 第二 他又是济南人 这个也特别适合 他今天的这个表现上呢 可能就是他在情感的方面哈 没想到他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绪 但是我觉得呢 未来他的家庭呢 他回到山东 我觉得把这个矛盾解决好 我觉得在我们 疗程这个地方上 可能是能有一个高度的 在疗程他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了 好 吉桃你考虑十秒钟给我们你的答案 加入到我们高总的公司 还是谢谢 我们十秒钟倒数计时 好 吉桃你最后的选择是 高总 好 恭喜吉桃你 高总 高总今天真的是招到了随时的人才 谢大欢喜 对对 一举两得 看到每一位老师 给我的点评 我很感激 我觉得每一位老师 都说出了他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吧 对我真实的看法 感谢亮灯的 也感谢灭灯的 吉桃我跟你说 灭灯的人不是说觉得你不好 或者否定你 因为很看得出来 就像你所说的 你的爱人真的很爱你 他真的很支持你 我觉得你应该用你的实际行动去回馈你的家人 不光说是在金钱上回馈 而在时间上 在情感上的回馈 我觉得也更重要 我懂 然后希望你在辽城那边能够在高总的公司好好干 然后的话 祝你们合家幸福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